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天赋 两年前到三年前的时候 小孩就他自己能滑起来 能滑起来转弯 能跳起来 包括大人可能对这个跳害怕 或者掌握不好 他就可以把这个意思做出来 刺激 是我在2014年的5月1日那天 我过生日 我舅舅带着我滑的 我现在就爱上 最近两个月时间里 夏天一直反复进行着一项飞坡训练 就在一个月前 夏天因为滑行姿势不对 在这个滑行道上狠狠地摔了一跤 这只是一个气垫的一个辅助 真正的要去雪上滑的话 就是像水泥地一样 一周之后 夏天将要第一次前往真学赛道上飞坡 在真学赛道上 动作稍有失误 就会带来严重的摔伤 下飞坡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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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点可口啊 还是一点点 这个位置叫拍间 这个位置叫拍根 这个位置叫拍根 冰球是加拿大的国球 2015年7月 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 冰上运动风靡全火 这项运动在成都 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爱好者 夏梦耀就是其中之一 很酷 我喜欢在冰上 顺着的感觉 接谁求知不知道 你知道你还做错 真的要上得那么酷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在中间放弃 但我觉得我会坚持 我不想放弃 传准传准传准 你要反手你接丢了 你正着还接不稳吗 夏梦耀所在的这只 10岁年龄段的冰球队 叫做成都小勇士 在国内的大多数比赛中 球队能排进前5名 209年12月 夏梦耀和队友们前往加拿大 参加贝尔威国际少年冰球比赛 获得了第4名 两到三年吧 跨度真的很大 而且发展得也很快 大学生冰球会21年那个 对于我们冰上发展的话 其实说白了很有帮助 这13年两家冰场 到现在有9家冰场 有很多我们北方的教练 都来到成都 去发展冰上事业 10天之后 一支北京少年冰球队 补金者即将来到成都 和成都小勇士 展开一场友谊赛 这是夏梦耀和队友们 一直以来的一个劲敌 补金者大家的情况吧 这个水平可以说在北京 或者在整个中国吧 也是也属于12003个队伍吧 头边稍微大一些 和这配合非常强 个人能力强 球球球接不着 算点心行不行啊 你就这样怎么跟 那个北京队比赛啊 好嘞 真的到了 2020年6月底 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场之一 雪世界 在成都都江宴正式亮相 这个总建筑面积 超8万平米的空间里 如同搬进了一座雪山 室内温度保持在零下四度 六条世界级的滑雪赛道 让滑雪爱好者们 一年四季都可以感受滑雪的刺激 教练为夏天选择的挑战是 高级赛道上一个大约四米高的跳台 有点自愿 要紧张 紧张自己摔个狗屎 自己安慰自己 不要紧张好好玩就行 完了停 夏天完成了他现阶段的滑雪目标 而骑小轮车的刘思阳 也即将挑战他的新高度 你看我上坡 上去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做了一个准备的姿势 然后也要站起来了 眼前这个小轮车皆是训练 宛持边缘的最高处 接近四米 转角大约90度 由于俯冲时 会产生强烈的高空坠落感 训练这项技术的通常都是成年人 而这就是五岁的刘思阳 即将迎接的新挑战 他每做完一个动作 就突破了之后 从那种煎熬到突破 他的那种成就感 我觉得是很好的 刘思阳成功地完成了 他的新挑战 而夏梦耀与来自北京的劲敌 正在激烈的对抗中 中路 漂亮 接手 就有些他们队很凶很厉害的 我们前方拿到球了以后 对方的人就会像潮湖一样冲过来 你还没调这好球 就会被想象 所以教练说快点调整球 有点伤出 又有一点开心 就是还好吧 这个比分我其实也挺满意的 因为就好久都没打比赛了嘛 第一次打比赛 也打了就是差几分也还可以 成都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成都浓郁的运动氛围 正在激发出刘思阳 夏天和夏梦耀基因中的运动天赋 他们敢于挑战 逆风向前 用汗水和激情 助力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 爱成都 赢大运 成都少年 正以自己的拼搏和努力 迎接一场世界盛会的到来